学校特别组织的孩子们向商会的各位首长做感谢 让他们偿怀感恩之心 今天丁丁在一所非常非常特殊的儿童学校 这里所有的孩子都有身体上的某些缺陷 但是他们一直被社会所关爱着 今天就是太华进出口商会一年一度为学校捐赠的日子 每一年商会都会邀请学校的孩子们吃一顿饭 捐赠一定的物资和款项 看看这满满当当的爱心物资 全部是我们王康平会长捐赠的 同时我们王康平会长也是太华进出口商会的常务理事 我们来看看这里面都有些什么 包装粉粉的小女孩小朋友应该都非常喜欢 转转就可以吃的米饭 这个我也很喜欢喝的 这个是褶梨像果冻一样QQ弹弹的 这是王会长家的主打产品 莲子磨鱼谷物粥 吃了不怕碰 我们手上拿的都是爱心 给小朋友的爱心 谢谢 这个买的话很贵的 berry的大米 健康食品 谢谢张副理事长 这个是我们周桂阳副理事长的产品 我们泰国北京总商会蔡荣庄主席的太太也来了 同时蔡荣庄主席也是太华进出口商会的副理事长 这个标贴好有爱 thank you 来自于我们马国光 常务理事的爱心 这句thank you真的说得非常非常好 每一次受助翻来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其实我们也同样感恩他们 因为有了他们 我们在生活工作和努力的时候 就更加有力量 这些本该奔跑在阳光之下的小朋友 现在受到了一些束缚 但是相信他们不缺少爱 他们被很多人陌生人所很爱着 各位理事首长都在捐款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多了解一些 社会上的这些地方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来看看 在这里看到这些小朋友真的触目惊心 很难很难不想要去做点什么 这个是基金会的地址 欢迎大家来 但是我们做的真的太少了 看看墙上的这些记录 还有像我们太华进出口商会一样 持之以恒 一年一次 我们陈海亮副理事长 2023年6月15日上午 太华进出口商会林俊然理事长 表现各位理事首长来到农特布里巴基县 残疾人慈善基金会学校内 开展一年一度的慈善捐赠活动 屏幕中正在播放孩子们日常在学校中学习 护理还有生活的成绩 学校设置了专业的护理和康复人员 看得出来对孩子们的照顾真的是非常非常仔细 该残疾人慈善基金会由泰国实力级皇太后捐助支持 致力于弘扬人道奉献爱心 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眼前满满的一排全部是给孩子们的爱心礼物 来自于各位太华进出口商会的首长们 真心希望我们这些桥里商界精英把生意越做越大 因为他们所得的每一分都不忘记回馈社会 现在丁丁戴上了口罩进入了用餐区域 因为根据惯例每一年太华进出口商会 都要陪伴孩子们吃一顿午餐 各位首长正在关心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况 这是肉丸面 叉烧馄饨面 哇好juicy的叉烧饭 连冰冰凉凉的甜品都有呢 苏贵阳副理师长也是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建筑方 各位首长都在座椅攻防 由于疫情尚在反复 于是只保留了各位桥林照顾孩子们取餐和用餐的环节 减少了陪伴孩子共进午餐的部分 一双双冠爱残疾的无形大手 折射着无限爱心帮扶的灿烂阳光 甜甜蜜蜜 阿里卡 这是我们林静然理事长的大公子 这一点真的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们太华界不乏从小培养孩子爱心和善意的前辈们 当然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民族美德 常怀仁慈之心 常做助人之事 常厌所爱之人 真的要呼吁大家有时间来这里走走 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对于他们的关爱和关注 同时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给到你心中的温暖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说是吧 我说是吧